好今年的iPhone16模型機已經到手了 有模型機代表外型設計已經大致上確定了 那16系列現在應該已經在量產中了 從iPhone11變成三眼怪之後 外型其實一直就不是重點 加上今年的AI風潮 還有蘋果新加入的AI應用 蘋果的A系列處理器 接下來其實就沒有效能過剩的問題了 未來五年除了比整合能力之外 就是比拼誰加的處理器 離線AI運算能力會比較強 那蘋果晶片離線運算能力 是不是又會持續領先所有廠商 就是一個很值得關注的重點了 那我這次一樣拿到16、16 Plus、16 Pro 跟16 Pro Max四個型號 但據說還有個Sling的型號 但是我這裡並沒有相關的模型機消息 那也因為比較早拿到 所以我只有選黑白兩色 那實際上iPhone16會有黑白兩色之外 還會有綠色、黃色、粉色、藍色還有紫色 那16 Pro的話除了黑白兩色之外 還有鈦金屬色跟玫瑰金 那實際上有沒有這些顏色 或是顏色好不好看 還是要看發表會的內容 跟第一線的上手體驗會比較準 好首先第一個消息 就是iPhone16的機身大小跟iPhone15一樣 那鏡頭排列這次改成直了 那相機底部的玻璃面積也變小了 所以手機殼還是一樣 全部都不相同 那直的排列就很直觀你就可以想到 這次16跟16 Plus系列 也支援拍攝空間影像 那簡單的來說 接下來不是Pro的用戶 也會開始累積空間影像的內容了 那這也是蘋果為了Apple Vision Pro系列的產品 能夠累積更多的媒體所做的改變 那它也正在鋪路 那這個值的排列 遠遠的看真的蠻像華碩的ZenFone Tab 那大家覺得怎麼樣 留言分享 好我們來看到側邊 iPhone16這次全系列都會換上 跟iPhone15 Pro一樣的動作按鈕 那撥桿精英鍵會在16系列全部都被移除掉 那再來就是電源鍵下方有開一個按鍵孔 那我第一時間會認為這是毫米波天線的位置 但我又有看到遙遠說這次會加上Capture Button 這個拍攝按鈕或者說捕捉按鈕 那我自己實際拿這個模型機橫著拍照 我覺得這個按鍵位置橫著拿的話 超級不符合人體工學 因為它這個按鍵很靠近中間的位置 所以你時時去按的時候其實要伸得特別遠 或是說你必須要改變你拿的姿勢才能夠按得到 那我自己覺得用拇指去按螢幕拍照 還是會比較順一點 所以這個按鍵到底會不會是拍攝按鍵或是快門鍵 我覺得還需要發表會去證實 那我自己認為如果真的有這個按鍵的話 我覺得它會跟AI有關係 有可能會像是Rapid R1那樣子的AI機器 按一個鍵就可以透過iPhone16的鏡頭去分析 你眼前的東西 然後再來透過跟Siri的對話來互動這樣子 那其實iPhone1A以前就有一個無障礙模式 可以利用這個相機拍到的內容 透過語音或是字幕的方式 告訴你眼前有什麼樣的東西 所以蘋果以前就有在做這種畫面分析的功能了 那這一次可能會透過AI來大幅度的強化這個功能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螢幕的謠言 那據傳會使用MLA技術的OLED面板 那主要是可以提升亮度跟減少能耗 那16跟16Plus依然會維持在60Hz的更新率 所以你想要有高更新率還是要上到16Pro 但我還是希望蘋果能在16系列 加上0-60Hz的自視影螢幕來達到省電的效果 這樣子16系列也會更吸引人一點 那處理器在16系列會換上A18的晶片 那目前根據消息 這是一顆3奈米製程的2代晶片 那性能跟功耗表現會更強 那現在我們來看晶片的話 其實要看A18晶片能夠做到怎麼樣的離線AI運算 那我查了一下資料 A17 Pro處理器的敷點運算是35Tops 那我們要在記憶體空間足夠跑AI的情況下 來關注A18跟A18 Pro的敷點運算 到時候會提升多少 發表會也許會有 iPhone16系列才能運算出來的AI功能 譬如說可能會有離線的更精細的圖 或是說它的圖片辨識分析 可能會比15系列還要更聰明等等的 所以我也很期待蘋果會針對這個更強性能的晶片 搬出什麼樣的軟體內容 再來是連接技術 這次iPhone16系列會支援Wi-Fi7的協議 那Wi-Fi7最重要的更新就是MLO多重連接模式 那也就是說iPhone16系列搭配上Wi-Fi7的路由器 兩邊都有MLO的話 就可以是連上2.4G、5G還有6G的頻段 可以讓速度更快更穩定 那其實這個Wi-Fi7也不是新東西啦 目前部分的安卓旗艦機其實都已經更新到Wi-Fi7的協議了 那這次iPhone16的系列也會跟上 那應該不會只有iPhone16 Pro更新Wi-Fi7而已吧 對吧?應該不會切割開來吧 再來是iPhone16系列的電池 那iPhone16的電池容量部分有增加 那我看了一下謠言 只有16 Plus的電池容量是減少的 然後16 Pro跟16 Pro Max的電池都有做增加 所以理論上它們的重量跟厚度可能都會比15C還要再多一點 所以它也可能會再重一點點 那相機的部分呢 iPhone16 Pro的超廣角從1200萬更新到了4800萬 那據傳會有適中對焦的功能 那另外iPhone16 Pro也會裝上iPhone15 Pro Max的前望式5倍光學長焦鏡頭 那看之前大家開箱實測15 Pro Max的5倍光學變焦鏡頭 那個畫質好像會變得更差一點 所以我希望在16 Pro系列能夠改善這個問題 那劇傳的鬼影跟光斑也會做改善 那希望呢可以在16系列看到有感的變化 好以上就是這次iPhone16模型機的開箱啦 那前幾年的謠言準確率其實都非常高 所以以上講的資訊其實也都巴卻不離時了 那目前只有軟體方面的謠言比較不確定而已 所以我們可以期待蘋果的AI能夠做到什麼樣的程度 也許在相機開啟的瞬間就已經做一大堆的畫面分析跟辨識了 那也有可能蘋果會重新定義照片後製啊 或是說移除人、移除物體的這些功能 所以安卓有的蘋果可能都會加上 好啦以上就是今天的內容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別忘記按讚訂閱分享 記得開啟小鈴鐺 追上我TTA還有IG 那我是一豐Chris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啦 掰掰 我們下次見 也可以分享一下